Hello 大家好 這集會帶大家去大阪 平常比較少去的地方 我們去吃河豚料理 這杯河豚清酒 真是好好喝 這碟是河豚刺身 這杯是河豚刺身 每一片刺身都切得很薄 它的口感很大 它的肉質很爽口 這個涼拌河豚皮的醬汁 酥酥酥甜很開胃 炸河豚的味道好像在吃炸雞一樣 但它的肉汁比較嫩滑 之後我們就吃河豚火鍋 師傅有提醒我們 這些河豚肉煮5分鐘便可以吃 我覺得河豚肉的味道比東京斑更鮮味 河豚肉煮好了 最后的甜品是一个雪峰 這間吃雞鋼魚的餐廳 這間吃雞鋼魚的餐廳 那邊就是白蝕子 我們來到白蝕子裡 這裡主要是公送北洞明朗 很多人都會來這裡 而前面就是蝕子環丁 那邊有很多東西 我們現在出到浮世小路 看看是怎樣走進去 我們見到金龍拉麵飯前走 旁邊就是大喜水橙 然後就會見到有條小巷轉進去 我們轉進浮世小路 入面會說道頓覆的歷史 還有一圈法師大明神城 也在這裡 從浮世小路出去 我們向前走 穿過這條巷 外面有很多美食店 之後我們轉了 就會去法蝕子那邊 就算了 因為我們這次的酒店 就是北冰 我們就來了這間 充滿著歐式風情的 百年建築大樓 這間五感的蛋糕店 真的很適合大家去打卡 一進去就已經見到一個蛋糕櫃 真的好復古 整間店 這間是總店 而他們的產品 都可以在其他百貨公司買到 我們拿飛上去上一層餐廳吃東西 整座大樓的裝環都非常古典 早上十點至兩點 只會有提供兩款的食品 就是牛角包和蛋糕 店員會推一架很漂亮的蛋糕車 給我選甜品 真是每一件都想吃光 這裏是可以以便宜價享受貴婦級的甜品 我選了士多啤梨蛋糕 而另一款食物 我們就叫做牛角包餐 挺好吃的 這座百年歷史的建築物 已經登陸為厚型文化財產 感覺很高級和華麗 而一樓的蛋糕和烘焙的產品 都可以外賣 因為酒店就在附近 我們第二天早上就來了買早餐吃 這裏有很多餅乾 有些手信 都做得很精緻 很多日本人都來這裏買手信 好開心 現在回酒店吃早餐 包裏有蘑菇醬 我們這天去中奇丁 會是比較少旅客去的地方 這裏充滿了文青風格的地方 咖啡店 還有一些古爵店 還有一些復古的雜貨店 來的大多數旅客 多數是韓國人多 我們剛才走過一圈 又回到這間復古的雜貨店 這間店叫做Green Pepee 是復古雜貨店 看到網上也有介紹過這間 比較人氣 售賣復古雜貨店 有些衣服賣 如果大家經過的話 都可以進去尋寶 之後我們就去了這間Caya Cafe 在中奇丁裏面 超人氣的No.1店 最有名的就是吃豆腐的Tina Michu 這個情況經常會發生在我身上 這裏的裝環都很有趣 很復古 上面有張椅子 白地的Tina Michu 就來到 裡面全部都是用豆腐做的質感 吃起來很有豆腐的香味 又不會太甜 也挺清新的 這間生廳很復古 如果大家想拍照 想打卡 都可以來這間餐廳試試看 去過豆腐Tina Michu 都做得不錯 我覺得 我們要走了 我們去下一個地方 Caya Cafe Caya Cafe 在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去梅田那邊買東西 逛街 再逛逛 剛才那間Caya Cafe 主要都是韓國人去的 都韓國女生去打卡 其實這個中奇丁的商圈 一邊是很多很多的Cafe店 而且有幾間 我們都看到很多人在排隊 這裏有中奇丁的地圖 這裏的區域是 做一些古老的房屋 做一些翻身的 就是 給一些商店開門 有些花店 有間古著店 前面就看到梅田的 東天倫 進來中奇丁的商店 其實剛才我們去文青Cafe之前 我們是走到另一邊 是這一邊的商店街 這裏都算是日本最長的商店街 來梅田只有一個地鐵站 好了 我們繼續向前走 再向前走前面 穿過前面的老商店街 穿過前面的老商店街 就能看到 是天神朝根商店街 我們走過去看看 前面好像是比較遠的地區 我們一起走進去 先看左邊 然後再看右邊 嘩!那邊是看不到盡頭 看不到盡頭 那邊,我們決定去另一邊 而這裏有一間超人氣的鰻魚飯店家 叫做魚衣鰻魚飯 經過都可以試一下 因為這天我們看到裡面沒有位置 我們就不要進去試了 其實兩邊的店舖我們都看到很多中古手袋的店舖 也看到很多便宜的店舖 也看到很多彈珠基的店舖 好了,現在進去吧 不過我們就沒有拍到 之後我們就走到天門市場 很大股街市的味道 我們想看看任何向任提子買的 但是呢,我找不到 我們上了二樓那層是有兩間車廳 下層是賣水果的 還有一間超市 我們選了這間白雲台食燒肉 第一次來的燒肉就給太多醬汁了 我們第二次點的時候 就要叫他們酒醬 因為醬汁又多又鹹 這杯就是混了很多水果冰的米酒 我去到深西橋 我去了買小丸子食 這間店舖就在551肉包的對面 就會見到這間小丸子了 現在去買小丸子食 現在去買小丸子食 吃完小丸子,現在去逛街 大阪的地鐵站 大阪的地鐵站好像是尾班車是12點 我乘搭兩個站去定屋條 其實晚上都有點害怕 走六分鐘左右就回到酒店 去大阪當然是去大阪城 那我們就去大阪城的旁邊 我們去大阪城之前去封國神社 我們太掛念內糧的小丸子了 我們也有一天去了內糧玩 我們要餵飽的小丸子 我們經過興福寺 裡面有很多小丸子 我們走完興福寺這裡 這裡也有很多小丸子 小心,很害怕 非常害怕 你們要走到這裡 我們走到馬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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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走到馬上去 什麼走到馬上去 我想走進去 我走進去 你這時間我走進去 沒有沒有 哈哈哈哈 啊!他在掌握我了 我一粒撞了這裡 對 哇!有隻粒發脾氣 然後我們看到有梅番薯,我們就買了一個食物 因為太熱了,這隻鹿不斷追著,我都不敢讓牠吃 有一個必須一點 很熱的,我怕牠會想出來 現在進來東大寺 今後就是東大寺 這整座的東大寺真的很大 已經列入世界遺產之一 這座大寺真的很大 而且這裡很莊嚴 這16天,日本之旅由來梁少祿幫我做結尾 謝謝你們的支持,記得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讚好這條片 我要帶我富士山 謝謝,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